列王纪下 第二十二章 约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八岁,在耶路撒冷做王三十一年。 他母亲名叫耶底大,是波斯家人亚大亚的女儿。 约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,行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不偏左右。 约西亚王十八年,王差遣米苏兰的孙子亚萨利的儿子书记沙藩上耶和华殿去,吩咐他说。 你去见大祭司希勒家,使他将奉到耶和华殿的银子,就是守门的从民中收据的银子数算数算,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,使他们转交耶和华殿里做工的人,好修理殿的破坏之处。 就是转交,就是转交木匠和工人并瓦匠,用买木料和凿成的石头,修理殿余。 将银子交在办事的人手里,不与他们算账,因为他们办事成实。 大祭司希勒家对书记沙藩说,我在耶和华殿里得了律法书。 希勒家将书递给沙藩,沙藩就看了。 书记沙藩到王那里,回父王说,你的仆人已将殿里的银子倒出数算,交给耶和华殿里办事的人了。 书记沙藩又对王说,祭司希勒家递给我一卷书。 沙藩就在王面前读那书。 王听见律法书上的话,便撕裂衣服,吩咐祭司希勒家与沙藩的儿子亚西干,米盖亚的儿子亚格波,书记沙藩和王的臣仆亚撒亚说。 你们去,为我,为民,为犹大众人,以这书上的话求问耶和华。 因为我们列祖没有听从这书上的言语,没有遵这书上所吩咐我们的去行,耶和华就向我们大发烈怒。 于是,祭司希勒家和亚西干,亚格波,沙藩,亚撒亚,都去见女先知护勒大。 护勒大是掌管礼服沙龙的妻,沙龙是哈尔哈斯的孙子,特瓦的儿子。 护勒大住在耶路撒冷第二区。 他们请问于他,他对他们说: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,你们可以回复那差遣你们来见我的人,说。 耶和华如此说,我必照着犹大王所读那书上的一切话,降货于这地和其上的居民。 因为他们离弃我,向别神烧香,用他们手所做的惹我发怒,所以我的愤怒必向这地发作,总不止息。 然而,差遣你们来求问耶和华的犹大王,你们要这样回复他,说。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:「至于你所听见的话,就是听见我指着这地和其上的居民所说,要使这地变为荒场,民受咒诅的话,你便心里净福,在我面前自卑,撕裂衣服,向我哭泣。 因此,我应远了你,这是我耶和华说的,我必使你平平安安地归到坟墓,到你列祖那里。 我要降与这地的一切灾祸,你也不至亲眼看见。」 他们就回复王去了。